嗨,大家好,我是Eden 今天要開箱這個Ruscio Tailors的電子氣壓鍋 好,先來開箱 我買的是6公升裝 它還有一個是8公升 第一個 這個,第一個是鐵鍋 使用手冊 保固卡 這個就是本體Ruscio Tailors 然後Ruscio Tailors 其實看名字一開始我以為是外國的牌子 可是我在網路上面查了之後 其實它是馬來西亞的牌子 好,打開裡面 增價 就是讓你蒸魚 蒸饅頭 或蒸蛋用的價錢 電源線 因為這個是馬來西亞的牌子嘛 所以它是 當然是用馬來西亞的規格 然後有Sear Rim認證 買電器一定要有買這個Sear Rim認證的 米杯 涼杯 飯勺 還有這個是 不鏽槓鍋 這個是不沾鍋 基本上如果你買 它有兩個版本 如果你在Shopee或Lazada上面買的時候 你是選249的話 兩個鍋膽 一個就是鐵鍋 一個就是不沾鍋 我看官網的話 他們是說這個是煮飯用的 這個你可以拿一般的菜瓜布刷 沒關係 因為它是鐵的嘛 然後這個不沾的就是可以讓你炒菜用的 不能用一般的那種鐵的菜瓜布去刷 因為它會把那個裡面的塗層刷掉 這樣子它就沒有防沾的那個作用 而且那個塗層你吃進去的話對身體也不好 裡面就是一般的飯鍋用 飯鍋的樣子 然後這個針架 只能用在這個不沾鍋的鍋膽內 因為它這邊 這條橫是讓你撐著這個架子 就這樣子放著 然後你下面加水就能整容使用 然後上面會有這個氣閥 就是你當你要使用它的那個氣壓功能的時候 你要把氣閥關起來 甚至它才能有那個氣壓的功能 好 開箱的話到這邊 現在我們要把這個鍋拿去消毒 好現在我們就來消毒 先把鍋蛋放進去 然後這個針架我也一起消毒好了 加兩杯水 好蓋上鍋蓋 扣起來 開電 然後 要把這個推過欄 扣這邊 選擇針魚模式 先讓它轉轉 把氣壓排出來之後 然後它才會開始倒水 它在氣壓很高的時候 這個鐵應該就會往上彈 可是剛剛我已經過了一段時間 它已經慢慢釋放那個氣壓 所以它已經往下掉了 所以現在放一塊布的這一邊 先讓它放一塊布 它的蒸氣就會排出來 不然快布是讓那個蒸氣有一個緩衝 不然的話 如果你真的是不小心手在上面的話 你就會被噴到 就會 就會受傷 先讓它放棄一段時間 因為它還有氣壓的狀態下面 你硬掰那個鍋蓋是掰不開來的 現在來說一下它的外觀設計 其實我覺得這一款有一個設計 它沒有設計到就是這個地方 它沒有辦法讓你的鍋蓋 就是直接這樣子扣在上面 所以你的鍋蓋一定要找一個地方可以放 因為我看到其他牌子的設計 它這邊是中空的 所以你的鍋蓋可以直接這樣扣 好 現在就可以打開 有生氣就在那邊殺菌 好 殺完菌之後 接下來我就試試看煮白米 或者是煮一些食物 試試看 我媽說要來滷豬腳了 試試看來滷一滷 為甚麼 突然會想畫來滷怕 哇 剛才滷足 вод子 不是用來滷怕 好 foll piruit 可以嗎 就不搞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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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